好,大家我们现在要做的事情呢 就是我们要到这个网站去 这个网站叫做 wuthemes.com slash flexlider 然后在这个网站里面呢 我们可以找到这个青色的下载的按钮 请把这个jQuery倒露下来 然后呢我们接下来要做的事情 就是一步一步的跟着他的三个很简单的step来做 那你倒露下来以后请你记得要unzip 那我们现在先unzip了之后 我们过来我们的dreamweaver 然后因为我不要confuse你们 我开一个新的file 所以你们自己想一下要怎么做 所以file,new file我把它叫做slideshow 好,这个slideshow呢我打开来 这是一个全新的file哦 然后我就回来这里 把我的第一步的code抄过来 它说play somewhere in the head of the document 所以play somewhere in the head Let's find it OK,so放在这边 接下来的下一步呢 我们就看add markup 非常简单 它有这样子的一堆div class 还有ul还有li 抄起来对你自己一点坏处都没有 所以我们把它贴在body 好,所以这个就是贴到你要的地方去 你可能装在某个div 你就贴在那个div里面 好,回去第三步 hook up the slider 就是说我们还是放在head里面 after the three links 刚才我们贴的那三行 我们看一下 那三行是哪三行呢? 在head的那三行 所以放在它之后就可以了 好,那现在呢我们还插的一步就是说 我们要去把我们那个WuThemes的东西贴过去 那刚才我们WuThemes download下来以后呢 好,我们应该就是可以在我们的download folder里面找得到 它叫做这个 好,那我先把它打开来 然后呢,还有一个东西我要打开的就是我刚刚的这个folder 你们来讲你们应该是big shot啦 那我的话,因为我有很多我开了一个新的slide 叫做slide show flex slider的folder 好,那我现在要把flex slider的一些东西抄过去 所以我按住command 我把有关flex slider的javascript还有css都给它抄过去 command c command v 好,丢进去了 fonts其实我也要用 所以我copy了 丢下去 好,再来呢我想借用它的那个几张图片 所以我进去它的demo里面才有图片 images 好,我把这几张 给它copy出来 放在这里 或者是你要放在images这个folder里面也可以啦 没有关系的 好,那我现在万事具备了 那我还欠什么呢 就是要把我的那个image替换掉 所以呢,我把这个image可以替换掉的 你可以去洗掉 然后去insert image 或者是你往下看 在property这边这个slide1 instead of slide1 你choose this one caramel 第二张应该是brownie 第二张应该是brownie 第三张 doughnut 第四张lemon没地方放 其实并不是没地方 而是呢 it run out of li li就是least item 如果你要加一个least item 你就加一个opening and closing tag 然后呢 我们去insert image 寻找lemon 把它放进去 这样子就可以了 好,我们试试看 command s 然后呢 我们去看一下preview 出来有什么效果 ok 所以呢 它非常的 非常的厉害 因为它是responsive的 有没有看到 你的 你的 那个页面放大缩小 它会随着页面 而移动 然后呢 你的 所有的 东西都在 那最后讲一下就是 如果你想要在 呃 这里 就是一开始就不要这么大的话 你一开始你的slideshow里面的照片 就要用Photoshop把它固定在某一个size 例如说300x300 四张照片 五张照片 全部都是300x300 那你的slideshow 就会一直都是300x300 ok 就是这么简单 希望大家都可以做得到 谢谢